放入蝦 放入蝦 就是這樣選蝦 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蝦仁豆腐滑雞 這裏有兩件無激素的雞扒 兩件是250蝦 這些蝦我會在街市上買的 買的時候當然是生的 多的時候就留在雪櫃 需要的時候拿出來用 蝦多點要放多點 因為我雪櫃就剩下這麼多 這裏的蝦就是150克 蔥仔都沒有了 用紅蔥頭代替 有薑、少許紅椒 有些芫荽、一粒大蒜子 就這樣 現在先浸一下雞扒 豆腐、雞扒這些 洗洗的先浸一下 喝水 流動水 沸一下 少許鹽 放入鹽 放進去 這些很方便 吃得多可以隨時控制 先沾開 先沾水 先沾水 切開 沾水 穿了洞 很容易出來了 不用拍 電池頂住了 切開 中間一刀 OK 不一定要在手掌上 你可以在針瓶上 可以在針瓣上 可以在針瓣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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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沾水 先沾水 把蝦頭撕出來 把蝦頭撕出來 拉出蝦腺 沙腺 拉出蝦腺 然後撕走蝦頭 因為蝦頭還要用 撕走蝦頭 撕走蝦腸 就可以了 拉出蝦腸 然後撕走蝦腸 再放蝦唇 把蝦腫 撕開蝦窗 再把它放出來 蝦头是很完整的 眼睛顺着硬壳 蝦头也很容易脱出 最后一只 现在把蝦腔切成虾树 蝦腮下虾,一拖出来 一拖出来,一拖出口 左右有硬的,俩脱 it 两边都摸出去,摸ございました 眼睛的底部的硬壳也不断按下去 脱脱出来了 完成了 完整的虾头 切好了 趁针板干净切一切香料 一头一尾切 切一切 切头也是蒜 切开蒜 盖开 切一刀就好妙很多 把蒜子搅成蒜肉 放入一小粒 切成油一油 放入虾头 少少香香的 孙蒜 红葱头 红葱头 放在一起 红椒切成粒 搅拌一下 它也很香 放在一起 姜蓉、葱蓉、蒜 配蝦的少許 不用太多 放一些蝦 蝦要割一割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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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許鹽 少許糖 少許胡椒粉 魚露 蠔油 少許生粉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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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冰箱 海鮮的食材 放出雞扒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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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開 厚薄適中 1cm 1cm 每一塊厚薄差不多 熟的時候全部一致 放在一起 放一些底味醃一醃 鹽 糖 胡椒粉 胡椒粉 生粉 鸡 一定要放生抽 老抽 放少許 蠔油 1湯匙 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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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粒 拌勻 好香 可以了 把豆腐 放在一起 豆腐 要放在一起 因為豆腐有煮 放在一起 牛青味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好香 放在一起 薑 混合 放在一起 豆腐 放在一起 蓋过 炖 放在一起 这些水必须避干净 用锅盖盖 避掉水 烧热一下芽煲 放入一圈 放红葱头和红椒 关火可以放入锅 放入红葱头 放入鱼锅 放入鱼锅 放入锅 放入鱼锅 放入鱼锅 姜葱蒜肉 煮出来爆香 放入虾头 小火不要太慢 虾头的红油马上出来了 放大火 放大火之后放虾 先煎一下 把虾头和虾药混合 放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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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至八成熟 放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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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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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火 因为煎的虾很容易焦 不用洗锅 要控制好火就可以了 姜葱头放大火 需要把鱼刮开 放大火 把鱼刮开 当鱼刮开 放大火 把鱼刮开 把鱼刮开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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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锅 30秒左右 开开锅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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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上盖 30秒左右 啤 logo 不用干 放入鱼肉 临وي 放入鱼肉 或米 可以用 orange 入鱼肉 使鱼肉 放入鱼肉 放入鱼肉 快到了 开大火 我刚刚没有拍到 把鸡和虾倒入豆腐里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加些芸茜 这一道菜就完成了 关火 不用开了 不够豆腐 鲜甜美味 好正好用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